今日上午 議員陳翰麗以及議員賴燕雪 完成黨內初選登記 期盼選上立委後 能為憲民爭取更多福祉 讓年輕的聲音能夠來代表我們南投縣 來到中央為我們百姓來發聲 很多鄉親也相對鼓勵我 要替民進黨贏得這一席 一定是要在本地徒生徒長的 我是在民間鄉出生的 我在南投市長大的 我希望說在去年 支持我們民進黨這14萬個朋友 可以多一個更新的選擇之外 我希望說讓這個年輕的聲音 來到國會來發聲 之前我擔任過南投縣民進黨黨部主委 是第十屆的主委 那在第十屆主委之前 我代理主委兩次 那麼在我任內的一個主委 輔選全數全力打 這是在我任內的一個成績 我想黨的精力我具備 那在這八年九年 也是我通常勤於服務 不分政黨不分藍綠 不分色彩的一個 勤走繼承的一個結果 獲得選民的肯定 我相信這一次的一個選舉 輸贏就在南投市 我有信心 我深更的家鄉 我深更的故鄉 我相信有希望打贏這一場選戰 藝人們表示 判透過黨內的良心競爭 為本縣創造新能量進入國會中 為縣民創造最大的福祉 我們黨內的競爭一定是要良性的 雖然我的資源跟知名度 不比我們黨內的前輩 但是我相信我會更加努力 世代的交替都越來越年輕化的 那各地縣市也相對的 藉由年輕人來到國會 為我們老百姓來發聲 相信給我的勇氣 跟我年輕人不一樣的想法 我相信說 再加上我是在這邊土生土長 在民間出生在南投市長大 這個優勢呢 非常有機會替民進黨來爭取這一席 那也希望說大家給我這個機會 我們一直在喊的一個口號 世代交替到底交替了沒 所以我們這次的一個登記 不管是老中青都有 那我相信說民進黨透過良性的競爭 所產生的人選 應該是比較符合人民的期待 我想世代交替 應該讓我們的終生帶來出來 我選過走水系的一個立委 我有選舉的一個經驗 有基本的一個基礎 我在這兩屆的議員選舉 我創下南投縣議員選票最高的一位 我相信這個就是選民給我的肯定 所以我們希望南投更好 希望南投的青少年朋友 能夠安家立業 希望南投的產業能夠走出去 希望的這個擔子 由宴雪來實現 議員們各自表達彼此的競選優勢 也期盼民眾支持 讓地方在國會中 能夠擁有一席在地的立委 為鄉親爭取更多權益 民意新聞簡易分南投採訪報導